斜方肌的上段這個地方 是跟我們的肩線有很大的關係 那如果說有些人這個地方的肌肉 它比較發達或比較肥厚的話 就會看起來感覺 從頸部到肩部的這個線條 不流暢不連貫 脖子看起來也會比較短 那首先我們先來談一談 斜方肌這塊肌肉 那它是從我們的那個頭骨的底部 還有脊椎發出 然後會經過跟覆蓋我們的背 還有到肩膀 那連接到肩胛骨跟鎖骨的一塊 背部的前層大肌肉 那為什麼大家會想要消除斜方肌這塊 其實還是要來看說 斜方肌的上段這個地方 是跟我們的肩線有很大的關係 那如果說有些人這個地方的肌肉 它比較發達或比較肥厚的話 就會看起來感覺 從頸部到肩部的這個線條 不流暢不連貫 脖子看起來也會比較短 再來就是為什麼大家都想要去消滅 這塊的肌肉 這樣看起來肩線就會比較優美 比較修長 不要這麼大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姿勢要正確 就是你不要駝背 有些人會習慣會駝背 然後你是駝背的時候 你就是長時間這塊就會比較緊 對 所以呢適時的要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把這塊肌肉讓它就是舒展開來 那你說有沒有練什麼運動 可以讓這塊肌肉比較小的 我想大部分我們的重訓 都是要把肌肉練得大 所以剛剛提到有些人說像瘦肩的運動 其實你仔細去看它主要還是以伸展的運動為主 就是讓這邊原本就是長期 因為姿勢不良 然後比較緊縮的肌肉讓它舒展開來 那如果說是肌肉肥後所造成的這個問題呢 的確我們是可以藉由就是施打肉肚感均素 然後來達到肌肉萎縮縮小 那線條變得比較優美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那其實肉肚感均素呢 在醫學上的運用已經是行之有年 那也在很多的領域 包括像一開始治療像斜視啦偏頭痛 然後斜頸 還有另外的話像是治療膀胱過動 那在皮膚科跟醫美上我們運用的 比如說像是腋下跟手掌的止汗等等 那肉肚的話其實它打起來的話 只要是它的位置跟它的劑量是正確精準的話呢 大家可以放心它是不會有太大的風險 而且因為肉肚作用的時間也是只有幾個月 它代謝之後的話也不會在人體殘留 所以這個長期的一個安全性大家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肉肚的注射只要是位置正確劑量精準的話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提到像肩頸處的一個注射的話 要比較擔心的只有一個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肺部它的肩部的話 還是會在我們的鎖骨附近 所以注射的位置不可以太低 不能低於就是鎖骨上方的兩公分 因為如果在這個地方競爭的話 就有可能會扎到我們的肺肩 會造成氣胸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那除此之外的話比較常見的是 比如說兩側的一個注射的位置不對稱 或者是積量差異過大 那在效果出來之後可能會產生 有些人會有點像歪脖子這樣子的一個副作用 那其實這個的話 藉由疏後的一個微調 還有就是說肉肚它的一個代謝掉 作用消失就會回復到原狀 就不需要太擔心 肉肚的施打其實是蠻安全 那它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副作用跟恢復期 比較需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大家在施打完三天內 不要去用力按摩就是施打的位置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肉肚的過度擴散 擴散到我們不需要的地方的話 就會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那此外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在打完的一個禮拜 不要去高溫的場所 比如說你不要去做日光浴啊 不要去烤箱啊 蒸氣啊三溫暖等等 因為高溫的話會使肉肚失效會比較快 像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疏後的一個月 那有些人在效果出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有部分無力的一個情況 那這時候我們當然就會提醒我們的患者 就是盡量減少去提重物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此外的話 其實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什麼 背後背包啊 或者是游泳啊 基本上是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其實我們注射在肩膀的話 大家可以想就是比較熟知的 像是肉肚打咀嚼肌瘦 然後我自臉 還有就是我們的肉肚打小腿的肥腸肌瘦小腿 那它主要都還是介於 比如說放鬆肌肉 然後讓肌肉一段時間不活動之後呢 達到肌肉萎縮跟縮小的一個作用 所以它需要的劑量會比較大 然後需要等到作用出來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大概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在臉部除皺的話呢 主要是針對臉部的那個表情肌 做精準的一個注射 小劑量 達到肌肉放鬆 但是並沒有讓肌肉萎縮或縮小 那作用時間會比較快出來 大概五到七天 所以這是兩者比較大的一個差異 肉肚作用的時間 平均來說大概是四到六個月 只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要瘦肌肉的話 差不多是術後一個月的會看到比較明顯的一個效果 是不是需要長時間或者是反覆的施打 這要看每個人肌肉這樣的一個大小 還是說他所希望的一個效果 如果說他的肌肉真的比較發達的話 可能就是需要經過幾次的一個 反覆的施打之後 會達到一個他比較希望的一個線條感 那如果說一旦不打就會 會不會再恢復到原狀 那其實就是看每個人的生活習慣 還有他有沒有姿勢不良 還有就是說 他會不會過度的去使用跟鍛鍊這塊肌肉 那如果有以上的情況的話 在肉肚的作用消失之後 當然他還是會慢慢的恢復到之前的狀態 其實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打肉肚可以就是減緩偏頭痛 那其實因為肉肚它藉由就是 阻斷那個肌肉跟神經的一個連結 然後呢來放鬆肌肉的話 除了可以就是讓肌肉縮小之外 它也會舒緩疼痛 所以像是打在肩頸部的話 除了線條會變得比較優美之外 原本因為過於緊繃而造成的肌肉疼痛 也會獲得緩解 就好像我們在打肉毒 受活字臉的時候 很多的患者他原來磨牙的習慣 也會一定獲得改善 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每個人大部分兩側的肌肉 就不見得是完全一致或者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在術前的話 我會請患者做一個動作 就是聳肩 聳肩 因為聳肩的話就是會用到這塊肌肉 對你聳肩的時候 然後你看就是它那個肌肉的大小 那兩邊的話 我們目前其實兩側大概都會打五到七個點 那劑量的話 以BOTOX來講的話大概是40到50Unit 這是一個平均值 對那還是要看說它的一個兩邊的肌肉的一個大小 來做決定 跟注射的位置會有差點 比如說如果我們今天是要打瘦 瘦小臉 或者是像是瘦這個上斜方肌 瘦肩的話 我的習慣是我會先畫出範圍 然後呢在施打的時候 我會把肌肉捏起來 然後垂直進程打 這個位置的話呢 這樣子做也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在打內側的時候呢 它不會太靠近我們的鎖骨 就比較可以避免 像是會造成氣胸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這個又提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我們的水牛肩 或者是看起來虎背熊腰 是因為肌肉的過度發達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有一些客人 他是這個地方皮膚真的是比較鬆 所以鬆弛的情況之下就是可以打電波 讓它比較近視 那如果說是因為脂肪的堆積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打像小指針 來減少那個地區的一個脂肪的一個量 可以複合式的 因為其實 如果是單一問題的話 當然你如果是因為肌肉發達的話 那就是打肉毒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它今天是有很多個原因 比如說它這塊肌肉又發達 後面這邊又有脂肪的推積 然後這邊在後面的皮膚又有鬆的話 那當然就是不同的位置 然後不同的治療 它就是會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不見得這個地方的那個線條 或者是我們說那個水牛肩 或者是那種虎背熊腰的感覺 完全是因為肌肉造成的 所以還是要臨床的評估去說 我們去看到底是因為這邊是因為肌肉 還是說有脂肪 還是還有伴隨著皮膚鬆弛 你一定的治療計畫就會不一樣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